毕恭毕敬 趴跪在泰王身边 泰国贵妃施妮娜近年来 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如今似乎即将回归 泰国王室公报宣布 泰王瓦吉拉隆宫 思雨施妮娜全新名字 要改成叫做施妮娜 虽然只变了一个字 而且听听读音 一个是 另一个是 听起来一样 但背后寓意大不同 原本的娜 指的是泰国传统舞蹈 或戏剧中的女演员 而新名字中的娜 则常用在贵族名字中 有着美丽端庄 堪称典范的女子的意思 2016年正式被加冕为泰王后 瓦吉拉隆宫似乎不满足于 第四任妻子苏提达 婚礼才过两个月 就把施妮娜封为贵妃 不过新贵妃的好日子 可没过太久 施妮娜因此被打入大牢 将近一年后又被释放 并重新获得头衔 发电党剧情真实上演 如今施妮娜获得别具意义的新名字 各界猜测这位贵妃即将回归 据事不久前根据新州网报导 施妮娜的贴身侍女欧拉弄 频频代表国王出席重要活动 有望成为泰王新宠 看来泰王后宫这场争霸战 恐怕还没演到大结局 下期新闻了 有绝与报导